首先呢 早上的案例分享呢 就由香浦公司的节能标杆的案例来为大家做分享 还有我们公营院的长官 还有我们能源局的长官 还有各位来宾 大家好 早安 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节能标杆 做个介绍 然后后段的部分我们的这些节能的措施 我们请我们的能管员 我们张文献张先来跟大家介绍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简报大纲 我会介绍我们公司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节能的延期立建筑会放进来 然后后面这三段会变成能源管理查核的实施 还有节能标杆案例分享跟未来节能的目标跟措施 我们在申请这个别人节能标杆奖的时候 其实也要列一个未来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会把它放进来跟大家一起介绍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湘浦公司 我们公司创厂的理念 就是这里梁座工厂的创厂理念 主要是要从试梁到餐桌的完整履历系统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一半剂工厂在做 维他命跟矿物质的一半剂工厂在台南 那我们的客户大概是一般的农场 或是饲料厂 大概全台湾的畜牧业 鸡株牛羊水产 几乎我们应该 如果以一半剂维他命跟矿物质的话 我们应该占到有七成的市场 如果鼓起来的话 那我们在这些一半剂 我们会送给饲料厂 或是自配饲料的农场来配饲料 再做猪的养殖 然后我们文创这边 就是两座这边是做分切跟加工 然后我们的分切加工 今天下午的导览 也会让大家看到实际的作业状况 那这个分切加工之后 我们就做一个救好猪的品牌 那北部 北部比较多 但是中南部也有 那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就会看到一只猪站立着 就像这只猪这样 像这旁边这两只 在餐厅外面都 如果有跟我们合作的 大概都看得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通过能量物流 配送到餐厅 或是零售同路 到最后到消费者的手上 这是我们创场的理念 那香浦集团的事业发展进程 我们是从贸易业起家 在1984年 我们吴库明董事长创立以后 我们主要做动物营养品的进口 跟贩售 然后在2005年 我们台南一半季工厂开始动土 因为那时候跟第十曼公司合作 做一个台湾的一半季工厂 那因为是帮DSM做代工 跟那个仓储物流的管理 那因为他们在台湾的厂 要撤出台湾 所以他在台湾要找合作伙伴 就找我们 在2005年 我们那个厂大概盖不到一年 就投产了 所以速度非常快 然后再来 那因为这个厂 所以我们就跨组到制造业 那之后 我们在2012年买了牧场 一个新而新的种族厂 那是一年我们买了 在这附近 大批这附近的一个东莲牧场 那开始建立猪肉融食店 那在2012年同时 我们在台北金华城 现在已经没有 因为金华城已经要改建了 所以这个餐厅大概在前年 就没办法经营 所以我们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挑食 在台北的另外一个地方 做那个餐盒的 就是便当的那个生产 这样还有销售 那在2015年 梁座工厂开始就等于说完工 那这个工厂盖了 我们刚刚董事长说盖了三年 可是中间真的很多坡折 除了立建筑的这个 很多指标要完成以外 那时候本来要配合 苏志文县长的农博 结果从开幕又延到闭幕 都还是没办法完成后来 因为可能这个是首创的 它很多想法 所以会去做调整跟改变 在这个建造的过程我们 等于说大家 那老力机葬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今天这样的厂区呈现一个不同的要貌 给大家来做参访 也是一个农食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地 那在2011年我们的旧好市的品牌就上市了 它一直走到今天这样 那祥普的集团定位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同心共好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 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成为农场到太多的整合者 我们的宴景 现在的宴景是2030年成为亚太最受推崇 创新的农食企业 这是我们的目标 现在还有10年要走 那我们一直在规划这个时程往前走 我们的品质政策是透明安心信赖 那今天会带各位参访 你就知道什么叫透明 带有了透明你们应该就会比较能够有 才能安心 有安心才会信赖 这是我们的品质政策 对不起 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认证跟获奖的记录 那这几年的认证的记录是 譬如说我们有 在2011年得到国家磐石奖 然后有OVN的认证跟ISO的认证 那还有一个FARMIQS的认证 这是欧盟的一半季工厂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产品要外销到欧盟的话 一定要有这个认证才可以 然后也有TTQS的银奖认证 还有生医及新农业产业的那个选秀的金奖 在2015年 那我们的实验 台南的实验室有获得TUF实验室的认证 那在牧场的这边 我们有得到全场的人道跟友善巡物的认证 然后2016年在梁史就好 这是台北的 就有最高的三星塑原餐厅 那处长前天来贴红榜的是这里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2018年我们有得到 那个台北市最佳的环境员工立他奖 那也有得到经济部的国际亮点的观光工厂 还有国家品质地方经营类的典范奖 这是2018年 那在2019年 我们有得到亚洲企业社会责任绿色领导奖 还有卓越中间企业奖 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办官模的节能标杆 中小企业组的金奖 那在认证方面 我们的猪肉现在都有做到碳足机的CIS 跟产效履历的部分 那绿建筑是因为这边厂区完成了以后 再规划也是因为王老师的帮忙 所以得到黄金局的立建五 刚刚说这个差那个三分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恶丸 但是可以再努力 那这个是去年颁奖的状况 这是我们林沪董 那这是能源局的长官来颁奖的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立建筑 其实我们放这个的意思 主要是说要来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都做完了 就是说我的节能 立建筑这个我们都完成了 那我怎么来申请这个节能标杆 所以因为 大家看这个原来旧的厂区 我们没有拆 然后就这个来做重新的改建 那当然那时候是想说要 这样会比较节能 也比较等于说 有立建筑的概念在里面 但是这些原来的 我们遇到一个瓶颈 这三十几年的建材 我拿不到立建材的证明 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困扰 那保留了这些下来 好像对立建筑很有帮助 但事实上在申请上面 好像也遇到一些阻碍跟困难 这是之前在做这个立建筑的规划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 那立建筑刚开始我们就设定做量座的一个 我们建制的目标了 那所以 整个厂区建完以后跟原来就差非常多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用高标准的设备来做建厂 那我们自己也想说 我都做好了 我真的可以做节能吗 那还好工业院的辅导单位来 来鼓励我们 他觉得说 因你们都已经做了 那有这些指标 那你把它量化 就可以去做比较了 那因为之前 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量化 那有工业院的这些表格跟计算的方式 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量化出来 那我可以省多少能 然后减少多少CO2的排放 那把它转换成钱 那等一下 我们那个文献就会跟大家分享 大概讲了多少钱 看起来一项一项做 看起来没有很多 可是加起来 你把那金额加起来也蛮恐怖的 金额还是蛮高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去年就开始 着手做那个节能的申请 然后由辅导单位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案子 看情况怎么样这样 那后来评估出品的结果 他们觉得我们很有希望可能可以得到金奖 那真的后来真的也得到金奖 所以这里要感谢经济部能源局 还有工营院这边来 力能所这边来协助我们把这些量化 然后辅导可以送进去做这个金奖的申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文献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能源管理查核的这个状况 工厂张文炫 那我是能管员的部分 那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我们这个阶段 能源管理查核制度的那个实施情形 那我们我们会定期的去因为我们有监控系统 我们会利用监控系统去进行操表 然后去了解说我们目前哪里比较耗能 哪里比较 而且哪里有比较有节能的一些潜力 我们都可以通过监控系统去了解到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会 我们也会自己派人去整个现场巡场 我们也不能完全靠监控系统 我们还是要去现场实地的去看机台的实际的运作情形 那搭配搭配这个监控系统 然后我们也会像压缩机发电机 这些比较耗能设备 我们都会定期的保养 保养的话才会减少耗能 那因为不保养的话就像车子一样 它会越来越耗能 那保养跟检查 那实施我们也会实施节电查核子计划跟评比 那不合格的事情 我们这边会强烈的要求去改善 那优良单位我们会加以鼓励这样 那我们公司很积极的撑与政府的一些推广活动 像我们也完成了碳足机 那我们也有获得产销履历跟CAS 然后TGAP这个良好人有个规范 然后也参加了中小企业绿色小巨人的辅导计划 公开企业责任报告书 然后黄金集 这个绿建筑刚刚我们副总有介绍了 那等一下介绍的时候 外面有那个 我们有申请那个环境教育场域认证 现在在认证中 大家等一下在观摩的时候会看到 那我们也有 我们在祥普 我们在南投的牧场 我们有导入了一个二阶段的燕氧发酵 这个是厂观学合作的 跟冯甲大学一起合作出来的 这个等一下也会介绍 那我们也会张贴在场内张贴一些 一些教育的宣导 然后跟内外的一些教育训练 去让大家更了解节能的重要性 那我来分享一下那个 我们公司的案例 最主要就是我们公司是非常仰赖空调 那我们空调是采用除冰式的 最主要是转移尖峰用电 那我们11点 晚上11点开始制冰 然后从7点停止制冰 晚上11点到早上7点 那7点30开始农冰 农冰以后8点开始供给现场使用 那这个部分其实尖峰转移是台电 其实一直在推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可以配合台电 就是减少尖峰用电的负载 那我们也可以享受离峰的电价 其实这个对我们公司 或者是社会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投资 那我们节能成效 我们一年大约可以节省 27万8千7百k瓦的k瓦时的电力 那经济效益的话 离峰跟尖峰相较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省下83万元左右 那投资金额的话 我们这套设备是投资了 差不多650万 那回收是差不多7.79年 所以8年左右 那热棒 热棒回收系统 这个跟空调也是有结合的 那因为我们热棒的概念 是20到40度C 是由刚刚看到的 这个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是可以回收 我们热棒晚上 那个除冰系统晚上在压缩机 在产生的时候它的废热 然后经由这个热回收 回收到热棒 然后热棒再去加热 加热20到40度C的除冰系统 那变成我20到40度C 不是用电力加热 是用我原本的废热去帮它加热 所以我的耗能就会降低 那我40度C的部分 高到55度C 它是由我们这台气冷 气源式的热棒 去加热而成 那热棒相对异于一般的 一般的像 像是那个锅炉 或者是电热器来讲 热棒本身就是比较节能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也是把它融合在这里面 那它的节能成效的话 一年可以省下22万2600k瓦斯 那经济效益的话 一年也是可以省下70万 那减少碳排量 一年可以减少30吨 那投资 这套设备它会投资220万左右 那回收年限大约是3年左右 那这个 这个就是 虽然它不是在我们 两座工厂 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它是在我们的新核心牧场 也是在南投 那是全台首座导入 二阶段高效艳阳发酵 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其实 其实大家会问二阶段 那原本的是什么 原本的就是三阶段 那三阶段是什么 三阶段就是 我们租的分量 它会 它会经过故意分离 固体跟液体分离 固体跟液体分离以后 然后固体去做堆肥 然后液体去做早气 早气的发酵 但是 一直 那个发电量一直提升不上来 那后面经过 那个冯甲大学研究以后 他们发现其实 固体富含基质 它可以提供 在发酵 燕氧发酵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 它一些营养 那变成说 他们就把它改成二阶段 二阶段就是 它不故意分离了 它直接把液体 跟固体混合 充分搅拌以后 直接下去发酵 然后产生甲烷 跟氢气 然后 因为甲烷助燃 所以变成 它的燃烧效率变好 所以它可以多 它的发电量可以提高 提高到 跟旧的相比 可以提高 百分到25%左右 这个非常适合 小型的牧场使用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现在 现在场内的是 生脂能发电 那我们设备 其实都已经处理好 那它原理是 它原理是利用餐厅 或者是我们员工的一些厨余 去厨余作为原料 然后经过我们 搅拌 我们把它粉碎以后 投入 投入里面 那也是用用 燃氧发酵的技术 让它产电 但是现在目前就是 现在是还在设置中 还是有一些技术部分 需要再突破 那我们一定会把它完成 这是我们未来 一定要完成的目标 那这个部分 LowE的低辐射玻璃 那玻璃 玻璃它是减少日照 最好的一个 它LowE是减少日照热能 最好的建材 玻璃的建材 它是因为它这个部分 它在表面会镀一层膜 这个膜会将像镜子一样 把热能 或者是辐射 反射回去 所以变成说 它热能进不来 我的空调 我的空调的负载 就可以减少 然后我的 而且它阳光可以进得来 我的照明 不用到那么的多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 慢慢很多 现在比较现代的建筑 都会去投资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节省成效 一年是大约 减能三万零一百六十几瓦斯 那经济效益一年约九万五千元 那减少烫排量一年 差不多可以减少十六吨左右 那投资金额约六十二万 那回收年线约六点五年 那这个 等一下参观区也会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 因为这部分特别拉出来讲是因为 其实我们这个参观区这片玻璃 我们看了这片玻璃 其实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它我们下面的部分 它是十五度的低温 十五度的低温 它很容易 如果只是玻璃的话 它很容易那个冷会 上上 会直接用下来 然后用上来就会 会有冷凝水 那这个就是代表它的冷度已经 已经跑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是用三层 10mm的强化玻璃 加一层2.28的膜 把它结合 然后它中间是中空 中间是中空的 那可以有效把 底下的一些作业区的温度 保护在里面 不会让它透出来 那也是因为说这样子的话 空调比较不会流失 这样也是可以减少空调的负载 那我们LED 我们大家外面看到的文创管 大部分都是使用LED的部分 那我们两座工厂 对面分切厂的部分 其实那时候绿建组是 是用T5灯具 那T5它本来就是节能灯具 但是日新月异 LED慢慢变成主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跟上脚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未来等LED如果有损坏什么 我们就会把它态换成 一起把它态换成LED的坚能灯具部分 那以我们文创管来讲的话 我们相对于传统灯泡可以节省 一年可以减少26万 26700kWh 那经济效益一年 可减少84640元 那减少烫排量一年 约可减少14.15吨 那回收年限大约是0.8年 那我们工厂在屋顶有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 那这个图就是我们的监控 它可以有一些数据 逆变气 然后发电量电压等等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 那我们节能成效 节能成效的话 107年可以产电 42万3600kWh 那经济效益一年大约是190万左右 一年可以 如果是卖给台电的话 是可以产生190万左右的一个经济效益 那碳排量的话 每年可以减少234.67公噸 那我们投资了1900万左右 那回收年限大约是10年 这是我们的俯瞰图 这边就是我们的太阳冷板 那太阳冷其实它除了利用闲置空间 可以去发电以外 它也可以去降低室内的一些温度的上升 比方那个太阳照不晒进去的话 其实你的空调就会减少 那这个也是永续经营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那个 能源管理中心监控的部分 它利用各种的元件 感测元件 最主要就是 我要看我工厂里面 是不是每样东西的电 都是用到准确 用到好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我开了 就让它这样子一直浪费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监控系统 去了解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开这个店 还是说有了没有去关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我都可以从这边去了解到一些部分 那这个目前是由我们公务去控制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巡视 然后它也会有警报 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它也会发出警报来提示我们大家 说这个机台是不是有问题 有故障 这部分都是结合在这里面 那它有五个重点 就是可以获取即时的能耗 跟第二点就是能耗资料与分析 统计与分析 然后就是第三点是 需量控制与用电规划 避免超约 超约其实对很多企业也是蛮头痛的 那它会先提醒你说 你的用电量已经快到了 那你可以试试的去关闭一些 我当下没有要用的一些机器设备 避免超约 然后建立能源的标准跟量测系统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空调 也是从这边控制 所以有很多同仁 有时候会忘记关闭空调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中共系统 去关闭空调 避免一些浪费 那我们节能成效的话 一年是171860kW 那经济效益的话 一年约是54万左右 那碳排量一年约可以减少95吨 那投资金额的话 投资了430 434 400多万 那回收年线 约是7.83年 那这个是我们夏日节电措施 这个 因为我们有增设冷却水炒化学 除够这个设备 那大家可以看到 除够浅 除够浅它表面 这可能看不上清楚 它表面有一层垢 这个是影响散热的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那清洗过后 它会有一个桶的光泽 就代表说它的垢已经除掉了 那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因为我们后面是利用 一开始是先利用化学跟物理的通管 先把 因为我们厂内有9台 有9台设备 压缩机 它会有9组的冷凝器 那我们厂内60% 50到60是压缩机耗电 那其实这个耗电量是非常惊人 如果全部 如果全部都是一起耗电的话 这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东西 先通管 通管除够以后 那除够够以后 我们再搭配 搭配化学的家药 家药机 去维持稳定的一个水质 使那个水垢降低 这样耗能就会减少 那我们 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一年 大约可以节省 58000kWh 那经济效益一年 一年大约是 18万3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会超过这个数据 因为以前半年来看的话 跟去年度比的话 已经减少了 30万左右 半年左右 30到40万的电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 还是必须要去投资的部分 那投资金额一年 一年约9万6 那回收费用差不多是 0.522年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拿去年的4月 2019年的4月 跟2020年的4月 来比较 那这个 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我们今年度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降低很多 那4月份的话 是降低 数据是比去年 降低16000度 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数据 那我们也有 增设感应式的灯具控制 在走到跟人员进出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会忘关 所以还是有增设这个系统 那预估节电 预估的 那个能源节省一年 大约可以节省400是不多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个部分 不会因为它的多寡 我们就不去做这个部分 所以才443.5kWh 但是节省费用约是 一年差不多1400 那减少气候度排放量 一年差不多0.554公斤 那投资金额差不多1万块 回收年线差不多7.14年左右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近三年的 能源整体的节约率 那2016、2017、2018 我们一公斤所耗的电 我们的产品是冷凍猪肉 我们以公斤来计算 那我们一公斤的话是2016年是12.89度 才能产生一公斤的猪肉 但是我们现在一公斤只需要1.35度 所以我们已经下降非常多了 那我们未来的节省目标跟措施 那我们目标是109年到111年 我们增长平均节电可以达成 达到1%以上 那108年到110年 我们生产产品的单位耗能 我们每年可以像这样1% 108年达1% 110年可以下降到3% 就是等于每年可以下降1% 那我们未来的措施 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T5的灯具会全面更改为LED 那我们冷却水塔的叶片 我们会更改为更为节能的 节能型的叶片 那冷却排放水这个回收 这个等一下也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冷却水的话也会有排放水 我们会把它回收起来 做一个回收水的系统 那我们最 我们还是要完成升值能发电的设备 以上跟大家报告 谢谢 谢谢 黄色 谢谢 好